大家好 美国司法部今天发表声明 为美军服务的一个42岁的核潜艇的工程师 叫托贝夫妇 昨天在西弗吉尼亚州被捕 有弗吉尼亚有西弗吉尼亚 有南达克塔有北达克塔 是吧 有这个还有什么 南北东西 这个 去年他多次将绝密的核潜艇资料交给某国特工 他还曾将U盘藏于三明治里 口香糖的盒子里 再放在某个神秘地点 这就叫情报交换点 比如说过去克格勃在美国 或者英国特工在莫斯科 就比如说一个树洞 一个垃圾箱的旁边 或者某一个什么地方 他们都约定好的 他的太太掩护 一共获利了十万美元 这给的不多呀 是吧 美国没有透露 他所服务的国家 就是他泄密泄给谁了 没说 这个我们不知道是谁 这个有这么一个消息 不会是中国吧 是吧 不好说 反正美国这个高精尖的军事技术 很多国家都留哈拉子 都眼馋 都想弯道超车 那偷他技术的印度应该不至于 印度跟美国现在是盟友啊 关系很好啊 最大的可能一个是俄罗斯啊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伊朗啊 伊朗的能力有限 能够威胁到美国的主要就是中俄两国 好吧 我们看看后续啊 我们下车的能力有限